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来自深圳的张先生和赵女士 因为家庭财务问题纷争不断 在赵女士看来 她有一个伏地成魔的丈夫 主要是她弟弟张口的 反正钱一定是会给 即便是我有反对意见 人家就死 置之不理 我行我素 结婚二十余年 丈夫的弟弟就像一片阴影 一直笼罩在赵女士的心头 让她对丈夫怨气丛生 你弟弟可以不出生活位 可以不去散养父母 这个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能连同你父母 还有你连同你的弟弟 都要还一起养起来 我没有这个义务呀 直到今年年初 张先生终于痛定思痛 决定不再给予弟弟任何经济资助 甚至为表决心把财政大权 全部上交给了妻子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我已经把我们家所有的现金 已经转到她的账户上面 可是她的诚意换来的 却不是妻子的原谅 而是越发的猜疑 她不相信我 只有这么多钱 因为相信我还有好多钱 赵女士的怀疑让张先生气愤至极 甚至提出了离婚 要净身出户 如果这种生活就是这样子 杂杂杂的杂气 你会感觉到神不如是 我说我净身之后 两套房子钱给你 我自己一个人出去就好了 但赵女士却觉得 这一切都是丈夫的借口 她坚信 丈夫离婚是有隐情的 我认为有外因 她外面有情况吧 她不可能单频的 为我的性格问题 提出净身出户 调解现场 两人双双痛哭 张先生离婚的背后 又有什么样的隐情 赵女士又为什么 对丈夫如此怀疑 敬请收看 今天的金牌调解 想要净身出户的丈夫 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我们节目继续 我从那以后 就开始起了疑心 三月份起初的时候 我还没有发现什么 但是到了四月份吧 就是四月五号来一天 刚好是周末吧 她一个原来的旧手机 就放在我们家的 那个茶几上面 我刚好看见 她那个旧手机 就放在那里 我就顺便拿过来了 我的饭饭 结果在她那个 删除的相册里面 我就看到了一个 女孩子的头像吧 我当时脑袋就炸了 在我的脑子里面 就定向了 就觉得她外面 肯定是有人了 如果不然 她不会向我 突然间说出 这么绝情的话 我当时的心情 真的是也是 到几点了 我就承受不了了 我当时我就跑到楼道里 我真的是想跳下去的 但是 就一上那吧 就想到我的两个孩子 你都没有去追问 这是哪来的 这是谁 为什么最近在你手机里 而首先就想到了 最极端的那一点 因为当时我就 联想到了说 她的一连圈的 全部都连贯在一起了 就很形象的 然后后来我试探性的 用她的手机 就用我的旧手机 登录到上面 占80%以上 全部都是女性 而且她还发了很多验证 去验证 就是叫那些 有些人通过的 还有好多 再结合这个 你心里更觉得 是她出问题了 是的 当时她第一时间 问我的时候 因为这张照片 本来就不重要 我就没印象一下 记不记得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 我以为是 那些男人的聊天群里 弄得一个头像 我承下来了 然后不对啊 因为这张照片 是翻白的 从旧手机 从新手机 是翻白的 就证明是当时 新手机下载不了 然后就只剩下了一个头罩而已 后面我记起来了 2020年的时候 五月份的时候 我跟她一起 两个人救走了 11只流浪狗 有些流浪狗 因为长相不怎么样 就很难把它土産处理 它救走回来之后 肯定是让我到外面去 把这些土産买好 因为它店里很忙 所以我的QQQ 好多年不用了 我就想到了 上QQQ就搜索一个 流浪狗 救走几个字 结果就搜索一大堆群出来了 有些人会夹理 是刑民狗的事情 但是大多少夹理的 就是那些潜水者里面的片子 就夹理以后 一个套路来的 有那时间 我就发现了一个信息 这个天子到底 什么的套路 就骗人 结果我就发现 这张照片之后 我看下一个片子 是不是有这个头罩 我本来想下载 你想做对比 对 这个下载不了 我就因为旧手机一翻拍 就拍下来了 明白 当时我跟过妻子解释 她不能认可 而且第二点 我还带着去拍摄署 你要她还跳楼 我要拼付她的情绪 我说你认为 真相怎么处理 比较好 她说要去拍摄署 我就带着去拍摄署 然后我说 那个警察总是 你能不能帮我 把我检查 整清的 如果只要证明 这种照片的时候 我拍了某个女人的照片 我尽神出负 任由你们怎么处理 那警察总是说 这名女士 你老公都讲到这个程度了 你应该先相信她 但是她不能相信 所以我就很能够 我不太相信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 你作为一个 接近快五十岁的成年男人了 你如果有判断力 你即便她是个骗子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好奇心 那你就是认为 就是因为这些人 才导致了她要跟我离婚 她不可能单凭地 为我的性格问题 提出尽身出户 你找不到其他的 只能找你 是不是在感情上出轨了 对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你真的不知道 你们还有什么 其他的原因吗 对 赵女士无论如何 都不能理解 丈夫为什么会有 净身出户的想法 因为这代表着 她放弃一切财产 只求离开自己的身边 我就在想 我没做错什么东西 不至于说为了这个事情 就说出这么 伤人的话 是吧 她觉得自己不过是 查个账和丈夫吵吵架 哪至于要到 丈夫净身出户的地步呢 伤痛迷茫愤怒 统统堆积在她的心头 烧得她坐立难安 她决心 一定要挖出 丈夫离婚的秘密 我就自己通过朋友吧 装了一个车的定位软件 只定位了她的车 后来就是因为 信号的问题吧 就是时间 那个差异很大 我当时也是很怀疑 我就询问她了 你去哪了 对 你看她回给你的话 好 你等我回忆一下 我的行程 我来回劳场 没有固定时间的 看看周四下午 是否去了劳场 然后你说 你没去劳场 你的心里的活动 是她在骗你 接下来她说 我记起来了 我周四下午去了劳场 四点多从劳场回来 还去给车加油了 继续问 有几个劳场 你的意思就是 我还是不相信 是的 好 然后她继续跟你解释说 我等一下去劳场 把监控给调出来 你希望她这么做吗 还是只有这么做 才有可能解决 你的信任不信任 我觉得应该是 要看到证据 我才会放下 果然 她调了 调了 她跟你非常详细地解释 时间几点几分 到几点几分 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然后完了说 错误的信息 只会增加你的烦恼和痛苦 包括我也是 这样下去 我也会疯掉的 昨晚我又整夜没睡 不是抱怨你 是心疼你 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知道你也没有睡好 一大早我要开车上班 真的好危险 请你相信我 我跟别的女人 没有半点不正当关系 时间会证明一切 当时就是 听到看到以后 还是有那么一点触动吧 但是从内心里来说 还是不太相信 即使她把视频 都给你调出来了 你心里依然是 只有怀疑 是的 一直到现在 都定位我每天 每时每天在哪里 我说只要你 因为太阳已经 进了我帮她走鸡蛋 只要你满意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而在我们两个之间的沟通 也有个很温情的时候 温情之后 进阳性的时候 她会发微信给我 以后我们要好好过往的时候 我都不纠结了 但是过几天之后又出来了 她说你这段态度不好 对于我来说 身不如死 是受不了这样的状态 受不了 是真的受不了 就是你这个地方 好像要闷死 要闷死的那种感觉 张先生说 妻子实在是过于敏感多疑 每次吵架 无论自己怎么道歉 怎么自证清白 在妻子那里 统统都是无效的 她不明白 结婚时温柔善良的妻子 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而赵女士也觉得很崩溃 她写下了一份 上万字的字数书 倾诉婚姻中那些委屈和无奈 赵女士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她对丈夫 有那么多的怀疑和愤怒呢 事情还得回溯到 她刚生完孩子的那一年 十个月的时候 孩子就得了长眼 两个同时得了长眼 连续跑 那个深圳妇幼保健院 连续跑了一周 我每天带着他们去挤公交 那时候家里没吃 连续一周都没有好转 孩子拉脱水了 医生告诉我 孩子拉到这种程度 哭得没眼泪了 我心里真的好着急 就算有生命危险 我就特别害怕 然后她就是一直在上班 有一天晚上吧 她还没下班回来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然后我回到家 心情又焦虑 然后又疲惫 我赶快去做晚饭 做完晚饭以后 吃完饭 然后梅琳就想了 就是她的一个老乡嘛 是买马 就叫她爸爸 直接叫走了 孩子光着屁股 拉肚子 又坐在那个沙发旁边 婆婆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 看着俩孩子吧 我在那个厨房里收拾完以后 我又跑到洗手间去 洗一大盆 爸爸骗子 孩子拉肚子嘛 拉一点就要换 真的确实啊 心地憔悴的那种感觉 我两个孩子 能想象出来 然后她回来一跪 客厅里也没见 那爸爸的影子嘛 就问我老爸去哪了 我当时肯定是带情绪的 这个我承认 理解 然后我就说 还不是被你那个老乡 叫去买马去了 然后婆婆听到这句话 立马就炸了 又开始说我 你又没有上班赚钱 哪里有钱买马呀 我就说 那你每个月的生活费 不是我们出的吗 我们没给钱你用吗 你生活是用的什么呢 就这样一来一回的 越吵越激烈 我就是看她蹦蹦蹦 孩子在那个沙发旁边坐着 我就怕她踩到孩子了 我是一个妈妈 我本能的去想抱孩子 她以为我去 要去打她 婆婆 她就这样往我身上去撞 然后呢 我就怕她踩到孩子 我就下意识地 用脚这样踢了一下 在她的记忆当中 她就说我踢她了 踢得有瘀青了 我承认 是我真的脚是出去了 但是那种情况下 我是为了保护 我自己的孩子 我的主观意识 不是动手去打婆婆 最后我就 实在气不过了嘛 我就说你要她赶快走 这个家里有我没怕 我当时也气懵了 人家是来给我带孩子的 我是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 说了这样的话 后来这个事情 过后了两天以后 我自己去反思 然后我就给她先道歉 这件事情和解了 对 如果这件事情和解了 现在让你这么悲伤的是 是因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这么多年 一直觉得我是 可以地去打了她妈妈 她刚才说的是 她一脚一踩过去 她说是父孩子 但是可能 在我妈的理解中 就是说你还用脚踢我 那么这种行为 我觉得双方都有错 都是不理自己的 人家的一种表现 所以在当时你认为 她是去打了你妈妈 对 那个动作干上去 然后妈妈跪到地上 她就这样搅一去 她现在跟你说了 你理解她可能 也有可能是去挡孩子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你这个理解 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上个星期的时候 在上个星期之前 这么多年 你在你心里一直都认为 她当时是打了你妈妈的 对 她为什么会这么悲伤呢 就是在她的概念里会觉得 你是我的丈夫 你应该了解我 你应该懂得我 你不应该把我看成 是一个那样的人 不应该这样看待我 所以这就是 她一直强调的 你的态度 为什么会引起 她这么大的反应 其实我现在一直就是觉得 我妻子 我老婆最大的问题 就是敏感多疑 如果你知道她敏感多疑 你有没有为她 她这个敏感多疑 调整一下呢 因为没有矛盾了 已经当时和解了 后面是 你认为和解了 可是她心里还有伤呢 问题是我不知道啊 在张先生看来 妻子心里的这些伤痕 都是因为她自己的敏感 多疑造成的 可赵女士却觉得 这些伤害都是丈夫 一刀一刀 划在自己的心上的 她说父母去世后 丈夫就是她最亲最爱的人 可是她这个最爱的人 却常常让她感觉 自己滴到了尘埃里 我们河南那边 有一个风俗习惯 姑娘出嫁 要陪嫁十几个棉被 我妈妈 在我结婚前的六个月 之前过世的 这个东西虽然不是很值钱 但是她对我来说 是妈妈留给我的一个念想 在111年的时候吧 她就告诉我 她说她姑妈要从湖南老家过来 我说是不是顺道 叫姑妈帮我们带一个被子过来 说被子都在老家是吧 后来我就联想到这个家里 那个被子 在我回去的时候 看到有好多棉绪都被咬破了洞 还有生霉的很多 然后我就跟她抱怨了 我就说 我说老爸老妈可能在家里 要是买马打麻将吧 天晴的时候 也不知道帮我们晒一下 被子都糟蹋成这样了 是吧 我不知道她哪来的 那么大的火气 说我不应该说她妈了 吵着吵着就上拳头了 就是这样两拳头 拿我的太阳穴 把我打到那个厨房的走廊上 打倒了 然后还嘴里骂得很难听的话 老子打死你算了 还踹了两脚 我当时也不是说真正的 她把我直接打赢 我当时可能就是气晕的 后来我醒来的时候 是我们楼上的那个阿姨 一个山东的阿姨过来 把我抱在怀里 把我掐脸中 把我掐醒的 我起来以后 我第一反应 我就是冲到厨房里 就拿载刀箱去反击她 后来我拿着刀冲出来 要砍的 那个阿姨就 死死地抱着我的手 她看醒着不对 她躲门跑了 一直到晚上才回来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孩子 我就出门了 自己感觉好像脑袋不正常一样的 恍恍惚惚的 我就跑到我们住的附近的 那个火车轨道上面 我当时就是一心寻死 我在火车轨道上 坐了接近两个小时 她没有去找我 我当时在手机上给我 娘家的几个哥哥 全部都发了 等于说是一言一的 我说哥 对不起呀 就当这辈子没有这个妹妹吧 最后是我小哥 哭着 到那个火车轨道 发现了我 再打电话叫他 过去把我弄回去的 这个伤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我天啊 就打过他 我再一直真正的道歉 老婆对不起 是我的错 但是没有说到 他说得那么严重 我就打了一下 不可能还用转打脚 当时是怎么了呢 我们两夫妻为了 就是父母过来 处理那个 他说的被子的问题 有不懂的态度 我的意思可能就是说 父母做的事情 要多一点理解 不要对他们的要求 那么高 然后可能他就 说了一些其他的观点 两个人就发生一些矛盾 在一种冲动的情况下 我就过去打了了一拳头 就是那么一死了一下 我一米六几的人 你个子有多高 你一拳头把我打一刀 你真的是太高感自己了 我自己心苦真狠 你打了我几拳 还剁了我两脚 嘴里还骂我 你当时那么细烈的情绪反应 是因为什么 就是说到哪一个点 就是意义之下 哪一个点就会刺激到你 就是好像就说 父母已经帮我们做了事情 你还调查解释 说了没做好 我就觉得 作为丈夫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说 你就是说再孝敬父母 也不可能说 他没有缺点的时候 让别人说都不能说的那种份上 赵女士有三个哥哥 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 她可以说是被家人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可结婚后 她却时常感觉到 自己在这个家里 丝毫不被重视 我从小到搭在家里 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 每当情绪上头 赵女士就会忍不住想起过往的那些委屈 然后反复咀嚼 最后日渐变得敏感多疑 张先生理解不了妻子的多愁善感 更惧怕妻子泪水下的疯狂 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赵女士已经有多次过期行为 虽然都被拦下 但还是让张先生感到后怕不已 她说就在前几天 赵女士还试图割腕自杀 割腕的时候 我回去偷了刀 我把他砍 砍我 我就跪在地上求他 对 他确实当时 过去的时候 他就跪在我面前 我当时在厨房拿着刀嘛 他就求我 不要做啥事 我尽管我身不如是 我想离分 但是我不希望他有任何的安全性问题 我怎么样讲 我都希望他可以坚强快乐的生活 哪怕我所有的家人都会他 因为这么多年是我回欠他的 但是如果继续这样炒下去 真的是深不如是 我那天炒过之后 我把我的血压一凉给他干 到了一百七 你是觉得如果这种状态下去 你自己的能量都不足了 不足 我会疯掉他 所以说 只要能用你快乐的生活 哪怕是分开 做最好的精能 那么我想知道 我这二十多年 所受的这些东西 我怎么受的 你短短的几个月就受不了了 结婚时 赵女士投入张先生的怀抱 希望的是张先生 能给他一个甜蜜幸福的小家 可婚后 他的婚姻生活 却是一地鸡毛 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 看似一切如愿的张先生 也没能从这段婚姻中 感受到幸福 难道说 两人的痛苦 只能靠离婚 才能解脱吗 对此观察员钟正 有话要对赵女士说 女方 我认为你有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你的问题在于 你非常脆弱 非常敏感 极端的情绪化 卧轨 还有跳楼 这种极端的行为 在婚姻关系的生活中 我认为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说夫妻生活 他是相互尊重 相互平等的话 这是原则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则 就是相互坚强 以自杀这种极端行为 让对方来意识到 自己的存在 让对方来反省 这种行为本身 就是非常落落的行为 不值得提倡 尤其一定要改正这种行为 第二个就是说 你采取了逾越法律的 一些行为 比如说定位 夫妻之间是有相互隐私尊重的 这种维权本身 是违反法律 而且会让对方 相当反感 你们之间如果要真正的平等 才有真正的后面的生活 两个人长久关系 是共同欣赏 发自天然的内心的感情愉悦 而绝不是一个人 被定在被批判者 而另外一个人 落者戏码化的生活之下 这种生活是不能持久的 所以我建议你 第一 自己减少对你老公的心理依赖 你自己可以去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多元化 自己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因为你现在精神世界非常单一 第二点 绝对不要再去自杀了 这种阶段行为 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 你做这种事情只会让他嫌弃你 第三点我建议你就是说 停止再跟他苛求 打开过去所有几年的流水 过去就过去了 不要再苦苦苛求 你过去到底转了几笔钱给你妈 转了几笔钱给你弟弟 没有意思了 观察员钟正希望赵女士 不要再沉眠在过去的痛苦中 用情绪惩罚两个人 应该走出来珍惜现在的生活 此时观察员刘怀博 把夫妻俩叫到了场地中间 我想请二位到咱们这个场的中间来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 哎 好 然后呢 我请你背着妻子在这个白圈上 顺着去走一圈 好了好了 哎 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累 病快乐着 累病快乐着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拿几瓶水上来 然后给先生抱着 能拿得稳吗 可以 现在呢我们再尝试着 让丈夫背着妻子再来转一圈 好好好 放下 放下不行 等一下 你会受伤不行 不要搞 怕她腰散到了 等一下 拿着水 张先生背着妻子显得有些吃力 而赵女士立刻就叫停了游戏 生怕丈夫受伤 那么这个小游戏究竟代表了什么呢 那么我们说这个游戏是在讲什么呢 其实就是为了让你们体验一下 夫妻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夫妻的感觉 我们的目光去看到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去关注到对方 我想问一下妻子 刚才先生背着你在这边走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从内心来说感觉挺幸福的 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还没有丢下我 还是背着我继续往前走 有那么一点亏欠吧 觉得心里 我不知道在你自己心里面 有这样的幸福的感受 以及难受的感受的时候 以及担心的时候 你有没有体会过你丈夫 他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有点忽略了吧 应该是很沉重吧 我们沉浸在自己的感受里边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 原来对方心里边 还有那么多的心理活动 原来对方他自己 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是一个有温度的 跟我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 所以我们很容易 在生活当中干什么呀 就把我们自己心里边的 这些不满给发泄出来 把我们的不满 针对对方发泄出来 你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一定要抱着那些水 这样子背着我呢 你不能先把那些水放下吗 或者说 为什么一定要在我拿着水的时候 你要让我背你呢 你难道没有看到我手上拿着这么多水吗 两个人对彼此的这种不满 就是这么产生的 先生你其实也很容易忽略了你妻子的感受 很多时候你只是很理性地在分析一件事情 到底值不值得做 到底应不应该做 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但是你忽视了这个女人 她想要的是什么呢 她想要的是感情 那你能够把这些给到她 你们家里边没有什么事 按理来讲 如果两位这么爱对方 那其实只要对方开心 什么事情不都可以支持吗 但是说实话 我看到你们两人之间 会非常坚持自己的生活观 其实对方的痛苦 已经最大限度地呈现 因为你们因为坚持 所以背绝自己的痛苦 所以我不得不问 真的爱对方 还是其实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爱 你们两位代表了两种生活 是两种生活模式的直接冲突 在这个两种模式的冲突当中 生命 爱情都显得不太重要 张先生这里其实是自在生活 张先生其实很想拥有什么生活呢 第一 他愿意照顾好妻子 孩子 第二 他想照顾好大家庭 自己的父母 第三 他想照顾好企业 然后三者联动 统一分配 这是他要的生活 并且这个生活的本质 依然是付出 张先生看到了自己 在这个生活模式里面的付出 所以是很有底气的 很坚持 那么赵女士这边坚持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安全人生 你那边是自在人生 他这边是安全 安全是他首当其中的 他的安全就是小家庭的安全 也就是自己的安全 他希望大家庭尽应该的义务就行了 不可以无条件付出 并且大家之间按一般的家庭模式 公开透明吗 互相辅助吗 互相关心呢 有错吗 两种模式都没错 一个自在 一个安全 二位 为这两种模式 已经争夺了几十年了 你们现在完全应该是什么样 相逢一笑名恩仇 张先生也不要绝望 他对你的这些行为 我相信只要他能确认一些事情之后 还是能放下来的 他不是他固有的东西 我觉得你只要能打开这些心扉 你绝对是一个超级好的妻子 因为你们两已经证明了 你们是超级好的父母 两个男孩居然没有青春叛逆 双双考上大学 这说明你们两个家庭的影响多好 都证明 证明了一切 希望两位今天到这 把包袱都卸下来 要重新规划生活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夫妻二人在婚姻里都很努力 都有付出 现在离婚实在太过可惜 那么听完调解员和观察员们的话 夫妻二人的想法会有改变吗 张先生又是否还坚持想要离婚 净身出户呢 密室里 妻子赵女士 首先摆明了态度 我觉得老公也挺不容易吧 这么多年 为家庭付出的 就是很艰辛 很艰辛 特别是他在场上背我 抱着水背我的那一刻 我觉得触动挺大的 很心疼自己的老公 还是想把今后的日子 好好的去过好 对吧 调解前 赵女士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中 只知道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却忘了身边的丈夫 过得也并不轻松 经过调解 她的观念发生了大转变 你现在你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希望老公的心情也要放松一点吧 尽可能地去改变自己 赵女士的诉求 从上场前的改变老公 变成了改变自己 那么丈夫张先生的想法 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不想离婚 我是希望做出一些 就是这种生活 她很敏感多疑的这种 这种性格做些调整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 谁想离婚呢 对 所以你心里根本是不想离婚的 不想离婚的 张先生明确表态 自己不想离婚 想要和妻子好好的过日子 他还强调 当初之所以提出净身出户 也真的是希望妻子好 张先生说 他一直都爱着妻子 也感恩妻子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只是他实在不知道 如何安抚妻子的情绪 才会在情急之下提出了净身出户 对此观察员赖德伦 有些建议要给张先生 你是想让他心里面舒服 让他有安全感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目标 但确实目标简单 但做起来不容易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你做 从男人的角色 转换一个父亲的角色 其实他缺少的其实就是父爱 对 而父爱是什么 毫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 就你做什么 我都觉得很正常 我的女儿在跟我撒娇 她不是在发飙 她也不是在指责我 她也不是真的要寻使你我 她只是觉得我对她不好而已 那么这个时候 我压住内心的火 没关系 孩子你说 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 你告诉我 我改啊 观察员赖德伦告诉张先生 妻子一系列的过期行为 本质上不过是在向丈夫撒娇 只要找对了方法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而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廖喜玉也在教育赵女士 今后不要再为过去和丈夫争吵 你千万千万记住 从今天开始 千万不要就是重提 好吧 翻篇 放下 把心情归零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对 既然老公是个孝子 那你就一定是个孝媳妇 今天你孝敬公公婆婆 明天你的媳妇 就会孝敬你 知道吧 因为我也看得出来 你的老公不是 那种很过分的男人 不是的 知道了 是吧 你愿意走出来吗 你为什么还流泪啊 流了一个下午了 这下是开心的泪是吧 那好 那好 为什么你开心呢 因为心被敞开了 哦 新闻也打开了 对 经过了一天的调节 赵女士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那么回到场上 两人又会有 怎样的表态呢 这二十多年来 你很不容易 我一直是爱你和孩子的 曾经因为我们的能力不足 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深深的歉意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加倍地美博爱护你 让我们一起整青石走向白发 谢谢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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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过来 好 我也希望你 以后把心情放松一些 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 好 我们要活在未来 不是过去 以前我的做法可能错了 没事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坦诚地面对对方 好 我们一起努力 好 最后 我们一定要送点礼物给你们 首先是这本书 这本书 虽然在我们眼中已经写得还够详细了 希望两位 用你们的智慧为他添砖加瓦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节目最后宋上游 豪氏提供的礼包 希望大家的生活甜蜜的滋味 都能够越来越多 同时宋上游 金牌调节根据我们十周年的经典案例 编选出来的一本加封系列丛书 幸福二十一问 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去智慧和温暖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各位老师 今天辛苦你们了 几个小时 谢谢 谢谢老师们 让我们打开了心扉 真的非常感谢 值 加油 加油 好的 调节结束 夫妻俩牵着手离开了现场 这一刻 他们不再是针锋相对的敌人 而是相互理解 相互联系的爱人 当两个人进入婚姻 请记住 伴侣的意义就是彼此间的相互扶持 家不应该是两个人的战场 彼此消耗宣泄情绪 而应该是两个人的充电站 互相给予相互支持 节目播出前 赵女士给我们发来信息 说和丈夫的关系改善了很多 我们真心祝福 这对有爱的夫妻 能够真正地放下过去 品尝幸福的滋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